RED这几年过得真的不算太平 在尝试做手机遭受了巨额亏损之后 他们推出了科莫多这款备受欢迎的摄影机 可是正好又赶上了疫情 然后供货受了很大影响 他们又错过了一些机会 虽说科莫多确实不错 有痊愈快门 优秀的动态范围 舒服的色彩 但假如单独比参数那说真的 它还不如现在的一些微单 毕竟科莫多只能够拍摄6K40帧 还有4K60帧 无论是尼康 佳能还是索尼的极箭为单 在今天都可以超过这个参数 那么压力就又回到了RED这边 如果这么一个以分辨率 帧率为重点的影像公司 再不更新他们的极箭产品 不拿出一个能让人眼前一亮的摄影机 他们整个公司凉凉也不是不可能 甚至近在支持 所以RED在前段时间发布了它 这台能够拍摄8K120帧的RAW的技能怪兽 RED迅猫龙 不知道你觉得迅猛龙的画面怎么样 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感受 首先有一点是确定的 目前影视行业的8K生态 并不会因为迅猛龙的发布 在短期内有什么改变 我对8K的观点还是一样 8K好吗 那太好了 看着真的很震撼 可是99%以上的人都没有8K电视 而且就算你有 你大部分的内容还是在手机上看的 所以即便逼上和各大平台 都在努力实现8K 但是这个东西和HDR 还有杜比世界真的不一样 它的观看门槛太高了 所以假如从UP主角度来看8K 我会觉得 我真的没有什么动力来做8K 纯粹是一件吃力不讨好 花几倍精力 去服务1%观众的这么一件事 但是从商业角度你再来看的话 又会不一样一点 因为各大电视还有投影仪厂商 都在大力腰口8K 那你想要赚他们的钱的话 那拍8K确实就是必要的 那我们公司的一大收入 就是靠拍这些样片 所以我们才构置了像23 mini 12K Red迅猛龙8K 这样的高分辨率摄影机 那理论上我们可以在一年内 收回这些成本 所以8K在今天 更多是厂家宣传的噱头 还有赚钱的一个手段 它的工作流还有数据量 真的还没有准备好 实在是太恐怖了 等我们会详细讲 我们可以先来看看 Red摄影机的整体背景 因为还挺特殊的 那通常Red会用DSMC这个说法 来区分他们的摄影机生态系统 比如这是DSMC一代机 这是DSMC二代机 那每一代的DSMC摄影机 都会有它对应的模块化配件 你可以像拼乐高一样 根据你自己的需求 来组装整个摄影机系统 这非常方便 那二代DSMC对Red来说 是非常成功的 从2015年发布至今 仍然有很多的广告 还有电影剧组 在使用这个世代的机型 那尤其是奈飞 他们特别偏爱Red 很多经典的剧机 都是使用Red来拍摄的 但是这也不代表 这个二代机是没有问题的 从现在角度来看 它已经显得太大 还有太重 然后它的这个存储卡 也被人喷过好多次了 属于高价割韭菜的一个典范 那因为这些历史遗留问题 Red在设计迅猛龙的时候 也注定是要迭代着 整一个生态系统的 这就是迅猛龙被叫做 DSMC三代的原因 它和过去的生态系统 完全不兼容 代表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换句话来说就是交钱 对啊 交钱 那说鬼说 迅猛龙的机身 我觉得设计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整体重量只有两公斤不到 那对于这种专业摄影机来说 已经很轻了 那它的卡口 也很神奇地选用了 佳能的RF卡口 而且基本上完美支持了 佳能的RF产品线 那比如像2870 f2 这种非常优秀的变焦镜头 你都可以在迅猛龙上面来使用 甚至可以自动对焦 那同样的 因为RF卡口的法兰距很短 你可以转接各种卡口的镜头 像EF还有PL这些都可以 那我们也测试了很多国产的镜头 比如说Siri的变形宽一幕镜头 比如说长步道的变焦镜头 比如说老挖的特殊微距镜头等等 这些效果都非常不错 那同时迅猛龙也抛弃了 Red的割韭菜数据卡 选用了CF Express Type-B卡 那虽然还是很贵 但是至少你的选择会多不少 那除此以外 迅猛龙的机身就被各种控制按钮 还有接口所覆盖 图像传输 供电 还有控制协议 都在它屁股上面 那因为机身太小 你甚至没法装上一个正常的V口电池 还有XLR音频接口 所以你必须要买一个超小型的V口电池 还有音频扩展线 才能完成这两个工作 就会有一点麻烦 尤其是这个电池 迅猛龙这个机身的耗电速度 真的难以想象 本质上它就是一台大功率的笔记本电脑 功耗在100W以上 也就是说这么一块大的电池 一小时之内就会被炸干 那如果你想用它来干活的话 你至少要准备5到6块电池 才能够你拍一天 那同时从这个机身设计上 你也可以看出来 它并不是为了单兵作战而设计的 这个屏幕不是触摸的 而且装在侧面 这是为了方便摄影助理上来帮你调参数 那有一点离谱 那如果你说 Red这设备这么强这么小 我就是想一个人用这台强大的摄影机怎么办 那Red会说 哥们我早就替你考虑好了 你看这个1080P的屏幕 是我们和著名监视器品牌Small HD来合作的 带有一个触摸彩蛋 是不是很棒 你只需要加两万三千块钱 就可以拥有它了 Red吗 喝礼 那现在我们来讲讲画质 如果这个价值20万的昂贵机身 加上这些配件 不能带来什么显著的提升 那没有人会买账 那好消息就是 迅猛龙确实不会让你失望 它能够记录8K 120帧 6K 200帧 以及2K 600帧的RAW视频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参数 尤其是当你用8K拍摄120帧 还有6K拍摄200帧的时候 这个画面还是非常震撼的 高帧率能让你拍到很多运动 美食或是车辆的特殊质感 高分辨率能够允许你进行多位的裁切 仍然得到一个非常可用的画面 那如果你选择把它超彩到4K 那你会看到一个比原生4K 要锐利很多的视频 这个画面应该还是挺说明问题的 那至于色彩还有动态范围 这也是RAW的强项 尤其是看绿色还有肤色 你就能够比较明显地看到 RAW和别的摄影机的区别 非常自然 那因为你拍的是RAW 后期你可以恢复出大量的细节 比如这里看着已经死黑了 但是你一拉就能够拉回来 比如这里看着像是过曝了 然后你一拉 你也能够救回来 这个感觉真的非常好 那用虚猛龙的时候 其实我们遇到最大的问题 不在摄影机本身 而是对焦 因为你拍的是8K 所以你只要有一点点对焦 你画面上就会变得非常明显 再加上虚猛龙这块传感器 它非常巨大 比全画幅传感器还要长很多 景深会变得非常的浅 所以我们一开始拍摄的时候 就疏忽了 往往是小监视机上看着正常 但是到了大屏幕上一看 就发现焦点飞了 这个感觉很难受 那毕竟RAW也不像微单 有人眼识别还有自动对焦 手动的话就难免容易出错 这一点是非常需要注意的 那既然说到传感器 这里其实我们有个很有意思的发现 RAD这个传感器它不属于全画幅 而是被叫做Vista Vision 非常宽 有17比9的比例 那我一开始就在想 到底有哪家半导体厂 会做这种形态的传感器 这个谁也这么牛逼 然后在一次拍摄的时候准备换镜头 正好有个光照上去 然后我就看见 这个迅猛龙里面 居然是两个方形的传感器 给缝合起来的 这个非常明显 本身的话其实这个听起来离谱 但是没有什么问题 毕竟像电影行业 使用最多的阿莱摄影机 有几个型号 也是靠着拼接传感器来实现的大底 但是我们发现的是 迅猛龙现在还是有着一些 很奇怪的问题 比如说有的时候 你能够看到画面中心 有着传感器拼接的痕迹 比如有的时候 你能够看见迅猛龙的传感器 会跳出几个死掉的像素 特别明显 很难看 这都是我们目前所遇到的问题 所以如果现在你想用这个机型 来做特别严肃的项目 我建议还是等Red修复这些问题 以后再说 至于高感的话 虛摄龙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你不能指望它能和A7S3 这种机型来对比 我能够接受最高的ISO 是在6400左右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 Red对于分辨率的处理非常特殊 如果你拍RAW的话 只要降低分辨率 比如从8K你降到6K 那你只能够采切 6K大约等于S35的传感器 4K会更小 2K的话大概只能用到 整个传感器的这么小一块 这意味着它的噪点和锐度下降 都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4K可能是我能够忍受的 最大的一个采切范围了 后期流程的重要性 其实往往是会被低估的 如果你前期拍摄的素材分辨率很高 文件很大 编码又不友好的话 后期真的会让你是淡疼拘谨 痛不欲生 那举个例子就比如说R5的8K 或者是索尼A1的8K视频 都是基于R265来做编码 那这个编码对于电脑的压力真的太大了 哪怕是3090都很难应付 那甚至像是专门为R265做了优化的M1 Max芯片 只要你轨道一多 还是会出现不可避免的卡顿 所以这里RED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就是它们的R3D RAW 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RAW格式 可以在大幅度压缩文件体积的情况下 留存尽可能多的画面信息 而且在后期回放的时候非常流畅 你甚至可以在软件里面调整ISO 还有白平衡 这真的好 但是这里有一个点 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 很有趣 RAD的R3D确实很好 但是一定程度上 它限制了整个影视行业的发展 因为RAD申请了这个Yasoo RAW的专利 很有名的一个冲突 就是苹果曾经起诉过RAD 想要把这个专利无效化 但是并没有成功 但这个专利导致的直接结果 就是别的影像厂家很难绕过这个专利 去实现机内内露压缩RAW的文件 所以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一方面是对版权和专利的维护 一方面是这个行业的影像的发展 受到了这个阻碍 那再说回来 虽说RAD的R3D RAW非常好 理论上你后期不可能遇到问题 但是我们还是遇到了一个 没有想到而且特别难以解决的问题 迅猛龙拍摄8K120帧的时候 即便你用最高压缩率的RAW 它也可以在20分钟之内装满1TB的存储卡 平均每秒钟需要耗你800兆左右 本来我觉得这个也还好对吧 你数据大 我们公司服务器也应该够装 然后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 发现这个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以前我们一个项目 差不多1到2T就够了 然后用了迅猛龙拍8K之后 一期要花掉我们6到12个T 不说这个存储空间有多贵 这个我们也算是吃得住 但是我们发现公司的万兆服务器 居然它撑不住了 比如说同时有5到6个剪辑师 再剪这种非常高分辨率的内容 然后每个人有两到三条轨道 那就意味着这个服务器 需要承载高达每秒钟 14GB的随机读写 直接就把我们整个服务器给干烂了 导致每个人都很卡 然后我们想了各种方案去救它 比如说转代理 但花的时间太久 比如说把服务器全部换成了SSD 但是也还是不行 因为这已经涉及到 这个S3B协议本身的限制了 然后我们也考虑过 做一个散架构的服务器 但是又太贵 又太难维护 所以最终出现的结果 就是我们直接回炉重滚 如果有厂家 给我们下8K项目的单子 我们只能够用这种硬盘阵列 来做本地剪辑 不然根本就没有办法工作 这里我也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能够来应对这种高频率 大数据量的顺发图线 所以讲了这么多 我觉得结论还是挺明确的 迅猛龙确实是一台非常棒的摄影机 无论是画质还是整体设计 甚至他们的APP 也做得非常优秀和易用 可惜目前影视行业 我觉得真的还没有准备好 结纳8K 或者说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准备好 如果是你想要购买迅猛龙 或者租赁它来做项目 你真的需要仔细考虑一下 你是不是真的需要 这么高的分辨率 或者说这些分辨率 能否让你有更好的收益 还有价值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 那迅猛龙确实是一个 非常好的选择 好 这就是我们这期迅猛龙的评测 希望您的喜欢 做一个评测真的不容易 也希望您能够点赞投币 三连转发 这会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投币